上一期我们游览了资中状元街西侧的文庙,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状元街东侧的武庙,因为资中武庙的看点没有文庙那么多,所以就边看边说说武庙的演化历史吧。 资中武庙实践于明家境年间,现存建筑面积以608.8平方面。 武庙建筑布局和文庙相似,庙外是赵壁、月池和七星门。七星门内外侧墙上雕有18班兵器,这三处的原有建筑已经损毁,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恢复重建的。 进入七星门后,东西两侧的厢房是古代名将馆各供奉12名战将,攻击24名战将的素项。 北侧的朝宫殿,朝宫表示进贡,顺从的意思,武庙表达的是官邸的崇高地位,这里展示了关羽的赤兔马和青龙掩跃刀。 进入朝宫殿后豁然开朗,这里的广场是武庙的练武场,对面就是关圣殿,东西两侧为古楼和钟楼。 长廊里面展示的是十八班兵器,武局制度和各朝代的武状元,及自中清代的武进士和举人。 接下来说说武庙的发展历史。 唐宋以前,江太宫被历代皇帝追封为武圣,随莫唐出之时,天下混乱,百姓渴望出现一味救世能人,解救苍生于水火。 于是百姓想起了周朝的开国低功臣履上。 唐太宗即位后,国家面临着百论待旨,百非待先的情况,为了达到安人李国的目的,便自称自己是吕善的化身,在盘西建立太宫庙。 唐这一举动告诉人们,他要向周文王访贤,并重用吕善那样的贤臣两讲。 唐朝开元十九年,玄宗皇帝赤令诸州各间一所太宫庙,表彰并祭祀历的名讲。 他以周朝开国太师,军师吕善及江子崖为主祭,以汉朝刘侯张良为配相,并以历代名将识人从之,每当发明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兆,都要先去太宫庙百业。 唐素宗上元元年七百六十年,尊太宫望为五成王,祭典与季孔子的文宣王庙相同,太宫上赴庙更名为五成王庙,简称五庙。 到了洪武年间,朱元璋认为江太宫是商朝的臣子,而辅佐周武王犯上作乱,得了天响,建立了新周,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,住着为虐的行为,废除了江太宫的五成庙,以江太宫从四帝王庙。 至明朝末期,明朝皇帝追尊关羽为五庙的主神,设立关帝庙。 走过东廊,沿台接往右边向上,我们到了起盛点,这里是祭祀岳飞的地方。 到民国初年,关羽和岳飞都成为中义神勇,和文武双全的历史文化人物楷模。 历代官方一贯倡导并被民间所广泛接受的中义、尚武精神,在这两个历史人物身上,得到了凝聚性的符号性体现。 最后我们来到了关圣殿,这里就是祭祀关羽的地方,关兴与周苍从私在关羽左右。 最后,民国政府推行关羽和寺的计划,在各地设立关羽庙。 正为祖祀关圣帝君关羽,右四岳武穆王岳飞,二十四位名将左右从私在这之后,关羽和岳飞同辈尊为五圣,关羽庙也就成为了民国之后的五庙,一直为序至今。 不信任为 freに称入了分析。 直接放到这篇面,就放在一起。 我觉得并和蔽女区很有趣。 钾光脱的未来该变成为一味隙的主持人物。